鏡頭前簡單握手後 英國外相拉米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轉身走進會議室展開會談 這是大陸時隔六年再度迎接 英國最高外交官員到訪 中英關係近幾年 因為香港示威 人權和建立活動等議題惡化 這次拉米訪問大陸 被外界視為是 兩國關係破冰的重要行程 大陸官方記錄 王毅當面宣稱 台灣是中國內政 拉米回應台灣議題 將恪守建交時的承諾 不過英國官方公布的訊息 並沒有說拉米提到台灣 而是重點放在俄乌戰爭 和大陸人權議題 拉米這次訪問中國大陸 也在北京會晤了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 接著會轉往上海 與當地英國企業代表見面 包括BBC和法國世界報都評論 拉米此行除了重啟與大陸做生意 也應該聲援殷疾香港民主活動人士 呼籲大陸官方釋放 已經被關押四年 面臨終身監禁的李志英 TVBS新聞與西岸李敏珍 綜合報道